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现在会否进一步做好呢? 先看看指标 先看一个MACD MACD方面的主线 红色这条都在0的楼下 一个红的状况 它的副线这个树状图 0的楼上 牛的状况 即是红牛走势 即是下跌的反弹 这个指标来说 看市场就向好那边走 不过动力方面 未去到完全那么大 有个动力见得到 未去到一个最大动力的阶段 另一个指标 DMI 动向指数 动向指数来说 你见到红色那条正DI 和蓝色-DI 暂时来说未到加汇 所以这个指标来说 未到一个所谓升破的状况 这里还有距离 至于一个WMA 加权移动平均线 加权移动平均线 你留意下 我们这个部分来说 10天的加权 和20天比较 是碰一碰的 未到升破 所以现在来说 如果大家想做一个入市的状况 如果你说现在还没有货 等多一点时间 等多指标 例如等明天 会不会有个升的状况 明天升的状况 加权升破 加一个MACD 有个红楼讯号 这个表现来说 就比较稳定性高一点 现在来说 你发觉也差不多 到一个裂口状况 这个裂口的阻力位 就是这个 所以大家等多一天 反正未入货的话 等多一天来说 等大肆指标再清楚一点 更加好 你说其他股票来说 表现是怎样呢 我们所谓其他意思 今天提及到了 以其他股票的表现 成份股方面 哪个价位好一点 地产股好一点 看看长江方面 表现方面 你见到今天有个升破 两条有个洋竹 你说这个新世界是怎样的 都是升破了 这个新铜基也是升破的 两条大洋竹 所以在地产股表现得好 比其他 你说如果看大市方面 究竟是否向好 最重要的 看什么呢 看重点股票 现在市场里面 重点股票是讲哪一类 我们讲下匯豐这些 匯豐来说是重点的 因为为什么 市中比重是最大的 匯豐来说 平均线都升破了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 列口之中 有个实心体较为短小 这个就比较有少少 欠缺过动力 不过也叫升破 匯豐来说 也叫表现是好一点的 其他方面我们再看 例如看内银股方面 内银股方面 例如看建行 建行来说接近 还有少少 升到升破 这个工商银行 你见到刚刚点了 这个交行 也接近了 中行方面 也接近了 这些我们叫重点股票 或者看这个AIA 这个有邦保险 你见到也升破了 所以如果你说 整体上这些重点股票 升破来说 对于那个的动力 是更加大 也有确认性更加高 所以留意下 近期表现里面 大肆升破之余 这些重点股票 要升破来说 才会好的 一个互相 一个配合的状况 那很快 今天是星期四 明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来说 又制裁TV进阶版 留意下 股票是深水推介的 好 明天再见 拜拜